打電話給他安打這個 後來簽了之後完全不用了 都已經很省事啊 跟你已經沒關係啦 那你覺得這個老公會覺得 我覺得這個老公也很傻 怎麼會相信對不對 他就開始後來越想越不對 越想越不對 他決定去找真相 所以呢因為他有那個 因為後來呢 這個女孩子離婚的時候 就搬回跟娘家住嘛 然後這個老公呢有這個鑰匙 娘家的鑰匙 有一天就呢 到娘家去看看一看究竟 他覺得一定有鬼 不對勁這樣子 後來不得了 後來找到 在電腦上面嘛 因為電腦沒關係 找到他跟那個前男友 很曖昧的對話什麼之類 哇 巨細迷 然後甚至就講說 怎麼樣擺脫掉這個前夫 完了 現在他的老公要告他 要告他 現在已經訴訟了 沒有 不知道 現在還在RNG要告他 就是這個不成立 而且甚至威脅就是說 如果不做一個妥善的處理 他會讓他這個前男友 我剛剛一直強調是公務員嘛 可能工作都不保了 然後甚至還說要繞人 要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所以現在弄得一團亂 你看 亂七八糟 所以還是要講就是說 還是要理智一些啦 感情充分啦 唉唷 麻煩啦 來…接下來 有一個另外一個故事說 一個居家的 很單純的婦女 可是因為她老公 是 玩很大喜歡玩刺激的 結果開發潛能 這位婦女呢 整個潛能開發了之後 哇 唉唷 整個人都很正面的 想要向外發展 是 她們結婚也十幾年了 所以也都30多40了 那這個女孩子本來是一個 她有工作 但是她很單純 就是公司家裡 是個完全很居家的一個女人 她把丈夫照顧得很好 那丈夫本來一開始就是 大概前十年也沒什麼問題 到後來流行說 她肚子大起來了 所以要去打網球 要去打雨球 你知道去那種公眾的場合打 都會有一些女球遊 穿了又很短的裙子 然後緊緊的那種運動服對不對 然後故意的什麼 像維尼那樣 好多蝴蝶結打得很好這樣子 因為她們練慣運動的 其實年紀也都40 30 40的 結果女球遊 大家都看到男的很少 所以她們就覺得 這個男的 你看長得人模人樣 一百七十幾公分 然後你看 練得那個都沒有肚子 完全看不出那個年紀 然後開始就是什麼 他們都叫她一哥… 又來一個一哥 一哥就跟她很好 她還不是那個客哥 她是一哥 所以跟一哥很好 然後一下就有的人就說 一開始都是四五個女孩子 跟這個男 跟這個一哥在一起 然後大家喝個咖啡 喝個下午茶 然後聊聊天 然後再回去 但是慢慢… 就會演變到最後剩下一對一 剩下一對一的時候 太太就發現有LINE 有什麼就去偷看 偷看以後就質問她先生 她先生就拍桌子說 我的私人東西 你怎麼可以這樣看 她就把他刪掉 她要求說 你要把他 跟他完全斷絕來往 不要去打球 先生說 你要我不去打球 要我跟他斷的關係 你不是等於要我的命嗎 她就這樣跟她講 就說那個女的 已經變成她的命 她一天沒有跟她賴緊事 晚上睡覺前 沒有晚上 她那個晚上就睡不著 這個太太怎麼求她 說你看我們年婚前這樣子 已經快20年感情了 那我哪一點做錯 她說這不是你做不做錯的問題 是我成長了 所以我要求她 是不一樣了 是我成長了 所以不是怎樣了 所以先生就有疑問就說 老師要這樣做 就是要這樣做 所以那個太太就其實死心 然後救灰心 什麼都已經消神 然後用各種方法對她好 然後求她什麼都沒有用 然後後來就覺得說 那自己要不要燒炭死 就是說自己就燒炭 有一天就真的燒炭 但是燒炭 她其實沒有想到要死 她就叫別人打電話給她先生 她有事件給她一個简面套 就說我打電話給她 她沒有接 她曾經跟我講說怎樣 妳趕快叫那個趕快去救她 結果以為這樣可以挽回那個 她先生 結果她先生反而把她臭罵一頓說 你知道這樣還要叫消防隊 多丟人什麼... 一大堆把她罵一頓 這老公鬼迷心俏 對 結果後來太太 終於沒有辦法 還想到一個話說 好 今天沒有死成 那麼她就說 我一定會做完 做成這件事 而且我不會自己一個人走 就說 我是不是會把妳弄走 她說 你知道嗎 一個太太要磨害先生 是最容易的 已經有情緒生恨了 對 她就跟她講說 一個太太要磨害一個先生 是最容易的 妳要注意這一點 就先生也聽進去這個了 她也是 現在自己生命這麼直前 那麼多 那個紅混自己 所以她也就擔心了 她就說 她就想說怎麼辦 她就說 不然妳跟人家也去 也去打打麻將什麼東西 對不對 結果太太就不理她 那太太當然還在消沉中 可是突然有一天去喝一個 以前同事的喜酒 認識以前公司的 結果他們曾經有曖昧 但是沒有上訪什麼這個事 因為太太很居家 而且覺得先生那時候很愛她 所以就婉拒了這個人的那個 感情 對 可是後來兩個相遇 雖然對方又已娶 她早就嫁了 可是她就說 妳可不可以 就是完宴完以後 妳給我半個鐘頭 我跟妳聊一聊 女的要求這樣 男的就跟她聊了 一聊那個整個 舊情綿綿整個就融化了 關鍵的半小時 海底倫再一次的燃燒 對 所以那個碳也沒有燒了 沒有第二次燒了 但是她有威脅她那個先生這樣子 可是先生就是說 現在就是不敢做得那麼迷目張膽 因為怕太太 裡面給她弄個什麼要死掉了對不對 其實太太太不會做這個事 但是太太就變得很快 她就覺得說 太太就... 她沒有想到她太太會有 什麼情人之類的 她只想到說她大概威脅我得逞 所以她就有點開心這樣子 就算活該是不是 對 活該... 各玩各的啦 對 各玩各的就好這樣 是... 我們廣告之後回來 有一題 一定要讓你知道 什麼樣的男人是屬於 綠帽格 綠帽格 對 還是綠帽格 好的 來 這一題 是真的有一點不好意思問 但是呢 我們一定要讓大家知道 就會有這樣的命格 讓妳了解 張老師 請問是不是有些男人的命格 紫綠命格是屬於那種 比較容易被戴綠帽的 就是那另一半很容易 這一題講完了 我們會不會被亂見傳奇 老師 怎麼只有三名呢 不是應該有八名 我們來說這是一種 善意的提醒 對 張勝叔老師 我有看妳亂講 亂講 我要先跟各位提醒 你看我們剛剛講 那麼多人妻人夫的問題 婚姻的目的到底是為什麼 婚姻到底是為了要找一個 長期飯票 還是要找一個姓伴侶 或者他是要找一個傳宗接待 其實男人為什麼那麼在乎 戴綠帽這件事情 就是因為古時候 婚姻只有一個目的 傳宗接待 戴綠帽的意思就是 血統會不純正 以前沒有練DNA這種問題 血統一不純正的話 會出很多事 繼承權 各種權都會出問題 所以你看以前女人 就沒有所謂戴綠帽這件事 戴紅帽 戴紫帽 沒有 為什麼男人戴綠帽這麼嚴重 就是血統 所以以前皇族都是淨親結婚 很多國家的滅亡 是因為淨親結婚生了白痴 生了瘋子而滅亡 不是被外地滅亡 生很多早妖的 歐洲很多皇室 對 為什麼 因為他就是為了血統傳證 所以那麼在乎戴綠帽這件事情 所以我們要先把這個 開場白講清楚 否則我還是怕亂見穿心 好 我們先來看夫妻公 什麼樣的夫妻公有這種機會 我們先講 男人戴綠帽 男人戴綠帽這樣的命格 戴綠帽在夫妻公的人 對感情非常極端 愛的時候愛得不得了 可是一旦不愛了 這時候就會覺得這個人受不了 可是現實生活 不是說你今天愛了結婚 不愛就可以離婚 這邊有很多大家族在一起之後 他沒辦法離婚 這邊有很多現實因素 沒辦法離婚 可是這時候戴綠帽 很可能會跟對方直接講 沒關係 我們各玩各的 這個其實就是 戴綠帽產生的原因 所以如果這樣他戴綠帽 甚至他也知道自己戴綠帽 可是沒關係 你玩你的 我玩我的 大家各玩各的 其實這就是原因之一 所以有的時候戴綠帽 不是說他很被動 很委屈 很可憐 被欺負 不一定 你看我們剛剛有那麼多 各玩各的的案例 他為什麼不選擇離婚 或者退掉重新來 因為剛剛提到現實因素 有時候是沒辦法 家族 家族 尤其是大家族 那如果真的戴綠帽 他就接受了 可是這就我們剛剛講 如果各玩各的 其實我看過很多的人 他什麼 他基本上就已經生過小孩了 或者就大家講好 就不會再去生小孩 是不是這個問題也會解決掉 但是因為不能離婚 其實還有很多是合夥創業的人 對 因為骨圈人的問題 他不能理 各玩各的 太多 欺煞這麼多 對 所以各位千萬不要搞定 他以為戴綠帽的男人就很窩囊 不是這樣子的 那再來呢 巨蟻 巨蟻在夫妻宮 其實他有一個特質 他太喜歡教訓老婆了 其實這是一種 精神虐待 也就是說 那這也不是只有巨蟻 我們今天講的就很挑剔 對 很挑剔 可是你可以看 我也可以看到 女生本來就很缺乏情趣 甚至覺得這個男人 言語無謂討厭對不對 好了 這時候他一旦在外面 受到精神上的呵護關心 這麼很容易就在外面 產生的問題 其實這是缺乏精神上的溫暖 你看我們剛剛講 結婚的目的是為什麼 很多時候 你有長期犯票了 可是男人卻不在乎你 甚至煩 覺得你很煩 講兩句話就覺得你好煩 你不懂 你不要問 所以這樣子的老公 其實女生在外面 各位不知道 像這樣有的很多女生 她的太太反而在宗教領域 受到很多外孕 為什麼 她今天很苦悶 需要精神上面 師兄來關懷你了 怎麼辦 師兄來關懷你 師兄是不是對你好得不得了 老公對你絕對不會這麼好的 又溫柔又有耐心 師兄對你很好 或者教育 是的 沒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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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精神上產生 然後產生了肉體上面 不知不覺 再來一個 天良落入夫妻宮 你看就像我們廖老師 他天良在夫妻宮 剛剛不是說他吃幾碗嗎 對不對 其實天良的本性 可是我是女的 我知道 我現在在講男生 我只是這樣講一次 天良的本性 對性上面會比較淡薄 但是其實不是他真的淡薄 而是道德觀念的束縛比較重 比較在乎形象 比較在乎外人的看法 可是因為這樣子 萬一今天他娶到 是一個吃青蛙的怎麼辦 這不能怪他了 對不對 這時候他反而說 我又要去限制 所以天良傳統叫宗教之心 為什麼 宗教的意思叫禁慾 慾望會造成罪惡 所以要禁慾 可是禁慾的結果 不是每個人都能 所以婚姻有多難 夫妻之間要能夠 志同道合 要能夠從精神到肉體 都能嚇合 真的不是這麼容易的事情 對 我們事實上好多討論 真的 接下來 吳萊老師 什麼星座的男人要注意了 一結婚之後就變化石 對 一般來講都說 男人婚前是動物嘛 四肢都會動 然後結婚以後就變植物 只會坐在那邊吸取養分 但這三個是讓人最討厭的 因為他結婚就變化石 他動都不動 所以難怪我們要去外面找朋友囉 好 如果老公呢 太陽金星天蠍座要非常注意了 他結婚前呢 他是整個神經細胞都打開 然後雷達也打開 你家什麼事情他都知道 然後你今天做了什麼事 他都查得好清楚 然後你的線上有什麼朋友 他也很清楚 你的貓飼料都快要吃完的時候 他就去買來 在天蠍座的婚前是這樣 神經雷達打開 但婚後因為得到你了 他完全神經系統全部關起來 完全沒有感覺 你所有的感冒要吃完他也不管 水果吃完了也不管 三天沒吃飯他也不管 他對你是完全無感 你跟他說我生病感冒發燒 心情不好 他沒有一件事是放在心上 他完全專注在他自己的個人行為 或自己個人的事業 所以天蠍座的男人呢 婚前很多情 但是婚後完全是無情的化石 要特別小心不要嫁到這一款 第二款呢 太陽金星摩羯呢 這種老公很可怕 他就是結婚以後什麼都不要 不要約會 不要吃飯 不要浪漫 不要過情人節 不要過結婚紀念日 什麼都不要 而且摩羯座最妙喔 你呢 給他滷肉飯他也吃 青州小菜他也吃 熬三小時雞湯他也吃 他吃飯的時候感覺是無味的 他不管你煮什麼山珍海味 他都五分鐘之內吃完 然後去上網 就這樣 然後呢 家裡洗澡永遠是三分鐘 就洗三分鐘 五分鐘的那一種 沒有什麼鴛鴦浴 泡澡 玫瑰環 沒有 什麼都不要 然後出去外面吃飯 媽媽他老公 對 出去外面吃飯就說 吃完了嗎 那現在可以回家了嗎 就屬於這種 所以他什麼都不要 你跟他說換個窗簾吧 不用 換個台燈 不用 然後換個什麼都不要 就什麼都不要 他只要每天有飯吃 有教稅都可以 床單換了三次 他都不知道換了花色 就屬於這一種 這好慘喔 很慘對不對 更慘的是 太陽金星 金牛的呢 這是不說話 好 通常我們跟老公講話的時候 我們第一個是希望同仇離開 就是我罵同事 你也跟著罵 但金牛會說 我覺得你的同事人滿不錯的 很煩對不對 然後再來呢 我覺得要喚醒的是你 我覺得要喚醒的是你 好 跟老公訴苦 也可能是要尋求他的意見 但金牛之後都沒什麼意見 你一直逼他 他只說 我覺得這件事要看你自己 這個好討厭 就是你知道看你自己 然後或者是我們跟老公訴苦 還有一個就是希望他有一個回憶 比如說嗯啊啊啊什麼之類 像打入機一樣 但金牛做的就是沒反應 但是你問他有沒有在聽 他有在聽 但是他沒反應 沒表情 所以完全不說話 他跟貓貓狗狗花花吵吵 四足賽說話 但他不跟你說話 所以在家裡呢 就是一個隱形的老公 然後戳他也不會透 這樣他倒垃圾他就去倒 但是他不說話 是 來…注意 來 盛美有一位知名人 你現在外面玩很大 已經玩到十幾億人頭都知道 可是我比較好奇就是說 如果老婆爬牆了 老公的反應是怎麼樣 黃毅今年34 誰要前陣子被香港周刊 拍到在香港出入四季酒店 跟一個互相在一起 他的老公講了一句經典名言 他老公第一時間 黃毅的老公叫黃毅清 是大陸一個富二代 就直接在微博上說 老天會收拾你 狠狠吧 這意思是狗狗狗狗 這也不是第一回合 然後今天最新的消息是 因為黃毅說 他常常被他老公打 然後PO了一個額頭 凹下去的照片 他老公又講了 你當是世足賽嗎 今天是踢足球嗎 這個凹洞不是我踢的 所以還有得吵呢 老天會收拾你 先進廣告馬上 好狠喔 好 來 馬上請劉布老師 幫大家做一個測試的占卜 大家一起站一下 未來一個月呢 我在哪一方面的運勢 可以搶搶棍 好 我們的字面是 西齊古怪這四個字 請從四個字裡面 選一個字來測看看 那請現場的貴賓 還有觀眾朋友 你一起來測看看 未來一個月 你在哪方面的運氣 能夠搶搶棍 好 很壯 對啊 棋 好 那我鼓好了 棋 好 棋 好 棋 好 那我就怪吧 棋 好 棋 棋 好 棋 好 都選好了 好 現場都選好了 觀眾朋友 你是不是選好了 我們先來揭曉答案 棋喜古怪 我們唸運氣搶搶棍 這好難選 不好選 好 我們先看一下西 西是篤玲跟薇安老師選的 好 我們看一下 這一邊是利益的利 利益 這邊是希望的西 所以答案是 工作順利 充滿希望 滿不錯的 滿不錯的 所以在工作方面 小講棍 90分 好 謝謝 好 其實我們看一下 棋 棋是淨存 阿廖老師跟吳婉安 還有觀眾朋友 你也是選這個字的話 這是大大的可以 什麼樣都不錯的 大大可以 好 我們看是 人緣大開 可喜可賀 那當然不錯啦 是人際方面 強強棍 80分 OK 好 大了才可以 好 下面是鼓 鼓是聖免選的 還有觀眾朋友 你注意看這個字 這個字是十個嘴巴 十個口語一定表示口舌多 第二 如果這裡加上一痕變成十日 那現在少了一痕就不到十日 就十日之內 十日之內 因為你加一痕才有十日嘛 你現在沒有十日嘛 所以是十日之內 小心口舌 這麼可怕 所以抱歉 這次沒有 20分 十日之內 好 小心喔 好 下面是怪 怪事勝書老師選的 還有觀眾朋友 也是這個怪的話 我們看一下答案是 商場取勝 快樂賺錢 錢財方面強強棍一爆 好棒喔 好棒喔 謝謝 對 來... 我們節目最後呢 還要問一下我們廖老師 是 老師 那婚姻到最後 就越來越我看你也沒有 也沒有什麼感情 我哭你不哭 你看我哭哭 這個時候呢 講說要離婚 我們也沒有那麼不好 這時候該怎麼辦 其實有時候我覺得 就是說你要意識到婚姻 有這樣的一個問題 實氣沉沉的問題 好像可走可不走 這樣的問題就說 十字無畏 棄之可惜 對 然後雙方都願有這個意願 想要把這個婚姻搞好 才有可能 那麼第一個 如果說你有外遇 你有一些拉里拉扎 什麼求友之類的事情 你應該要誠心去解決這個事情 這個事情解決掉 你們兩個人其實就好一半 然後第二點就是說 我們誠心的回到初心 就是說我曾經 我每天做一件讓你高興的事情 讓對方高興的事情 你這樣 每天做一件 每天做一件讓對方高興的事 你要花心思去想 對 要花心思去想 你每天做一件事 每天要給你買一個包包 換我們料理 我覺得 不用每天的包包 不一定有這種東西 就是說再你們換 就是說能力換我一點 然後心情想到最好的方式 讓對方開心的事情 你都玩嘛 留意不一樣 對 都可以 或者有冒他一下或什麼東西 或者以前講過說 我以前從來沒有 謝謝你二十年照顧我 我謝謝你二十年來這樣照顧我 這也是 女人聽了就 女人就是最笨 聽到好話 就會再苦二十年再照顧你 真的 所以好聽的話 不要一點本錢 然後最後一點很重要的就是說 我認為 有些諮商專家會說 你們可不可以什麼都不要管 兩個人去度個一二十天假 不是到那種 去看市族什麼東西 不是這種事情 就譬如說你們可能是到一個 一個什麼 一個安全啊 人少的 譬如說馬爾蒂夫 或比較度假的 玩一些純度假的地方去 只有你們兩個人面對面 看能不能回到當初的熱情 老師 如果我飛過去 我發現 另外一半一直在玩手機這樣子 他就不用去了 他就不用去了 他就發現沙灘上都是可口的 對 他就第一天很吵 不要去馬爾蒂 老師 如果有人妻 陷入了無可自拔的情慾世界 而且到女人都回不去 對 我覺得就是說 看她要不要回來 這真的要談 你要不要回來 要回來就是要斷那邊 所以第一點就是先談這個 所以我剛剛講就是說 現在對方不喜歡你做的 違規的事情 你有沒有辦法現在就不做 不要說你讓我考慮一下 你再給我一段時間 你再給我一年半年 沒有這種事情 是 就是從現在開始斷 你願不願意 努力的想辦法回到初衷 不願意就沒有辦法 來 謝謝老師 也要謝謝各位來賓的分享 今天最主要也是要感謝你的收看 別忘了下次同一間 請準備收看 蜜蜜蜜蜜 拜拜 拜拜 再見 儂的所有朋友要特別小心 在投資理財上容易有狀況 雙的所有朋友要特別注意 健康方面一定要謹慎小心 而職業的所有朋友也是要特別注意 如果有旅遊規劃 在各種細節也要特別謹慎 以防出錯哦 另外不能不同心設的心意數字 和顏色在那邊提醒你 火象朋友是咖啡色系 最加數字是3 土象朋友是粉紅色系 最加數字是2 風象心用朋友是綠色系 最加數字是7 逆向心用朋友是黝色系 最加心地數字是8哦